大太陽下還穿著制服外套 台北市長柯文哲熱到受不了 跟新北市長侯友宜兩人狂飆悍 台下拼命擦汗出席北北基桃眷村文化節 双北市長拼市政也要拼選舉 要各自去拉台自家議員參選人 尤其南英領頭洋侯友宜 將首度跨到台北幫藍營小雞站台 只是近來各縣市長參選人都陷入論文爭議 侯友宜也遭民進黨質疑 取得博士學歷太快速 那件事情我連看都沒有看 最近都在討論學歷 第一次還好林志堅大家會看一看 跟張山正沒什麼看 我連看都不想看算了 你怎麼看他們現在就是全面追殺 那你會意外嗎 康文哲稱沒研究在幫侯友宜反擊民進黨 批評再大聲也不怕 因為過去北北基頭眷村文化節四位首長都會出席 但這次綠營首長 鄭文燦跟林佑昌都沒來 國家的事社會的事你知道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也不能說沒有選舉的時候就來 選舉就不來多奇怪 被指因為選舉刻意避嫌 綠營缺席只剩藍白同台 留給外界想想空間 會覺得他們是要刻意讓你做事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跟柯市長 TVBS新聞 華少平皇俊維 李品宜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